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 下面我们讲《显观传论》 《显观传论》当中 昨天前面讲了剑道的十六形象 今天开始讲剑道之后的显观 也叫做修道的经济 修道分为修道的作用和真实修道分两个方面 首先修道的作用 实际上表示道之的十一种法当中 应该是第五法 它一日识七十一当中之一 它的本体是什么呢 在大乘修道的一种作用 也就是说 比如说 剑道有剑道的它的功德 剑道的作用或者它的利益 修道的作用实际上它下面会分的 一个是修道 修道者相续当中的功德力量 还有修道者 菩提加罗它的力量 它就是从这个层面来理解 所以我们以前如果是在大乘佛教当中 经常说是见到菩萨 那见到者的菩萨到底是怎么样 它具有什么样的功德呢 前两节课大家也应该会有所影响的 那么现在会想到所谓的修道是什么呢 修道就是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 整个十地之间的菩萨通通称为叫做修道者 他相续当中的功德和他相续当中的智慧是什么样呢 下面由不同的繁体来叙述它的功德 也就是说下面我们讲到修道的分类 一个是能以修道的作用 还有所以菩提侧罗的超顺它的作用 一个是修道他自己的作用 还有修道者人的作用 第一个修道的作用 它有一个暂时的作用和究竟的作用 那么暂时的作用也分为 有承办顺缘的作用和遣除违缘的作用 这个课判还是很重要的 大家从课判上分析的时候 我觉得《相关专案论》不是很难懂 如果没有课判 没有解释的话 的确《相关专案论》的颂词也不是很好懂 当然跟《英明》 跟《修事论》有时候是 第六品《修事论》有个别的颂词比较起来 我觉得《相关专案》不是那么难懂 《英明》也是《相连离宝藏论》 有些我最近碰到有些道友 学《英明》的道友 他们偷一点疼 因为被英明 碰到英明 偷一点疼 有点翻译 高山翻译 有些人被英明已经晕了 准备下山 也有这样的所以《相关专案论》到目前为止 没有碰到有些人已经有比较大的翻译吧 所以当然今天课程当中的颂词也比较简单 有时候不管是讲任何一个论典 有时候是比较简单 有时候是比较难以解释 就像我们走路一样 走路也是你要走很远的路的时候 一会儿变成平地 一会儿变成森林当中 有各种情况一样的 我们下面讲修道 这个课判很重要 修道就是它的作用 修道的作用就是它的功德 它的能力 它的利益 修道的利益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暂时来讲它成办岁缘的作用 也就是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它说 遍析尽一切 成办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相续当中有修道的功德 自信拥有一切的自在 这个时候它遍析 就是遍析的话能普遍地熄灭 熄灭什么呢 一切的恶非别念 包括一些大的自作 我们现在稍微安住一下 比如说我们念上师瑜伽 最后上师的智慧和自己的心融入 无二无别大概是一分钟或者几秒钟的时候 七星动念 分别念就产生了 但是一般来讲作为修道者 因为他在剑道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剑火就断了 所以修道的时候他心特别堪朗的 所以分别念很容易熄灭 这是成办一个顺缘 这是内在的一种因缘 还有一个外在的一种因缘 外在的因缘是什么呢 他对所有的相续当中没有傲慢心 对所有的这些取色 宣讲取色的善知识 上师 这些非常地恭敬 不会好像有一种傲慢心 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 他的眼神也好 身体也好 语言也好 我们一般来讲看出来 一个人的相续当中有傲慢心的话 他的很多行为当中都看得出来 前一段时间我去学校 我跟老师们说我们现在学校里面 很多学生好像 我说不对的 不对头 他们老师说为什么 我说很多老师和学生好像特别傲慢 就傲气十足 应该说 自己觉得好像目中无人的 不管是在走路也好 说话也好 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 这是我对一个小学的要求 但是我们一般来讲 在世间当中的有些修行人也有这种情况 稍微自己有一点点功德和能力的时候 对所有的善知识都没有恭敬性的 但作为修道者 他对他传授任何一个真理的人 他非常恭敬 我昨天也讲了 真理来自于善知识 善知识实际上是我们真正的恩缘 可以说是一种恩德的缘权 可以这么讲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有两种外缘的顺缘可以成办 作为得到这种修道功德的时候 他会遣除一些利缘 违缘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 修道在相续当中 所有的贪心 诚心 痴心等等 这些五度 十度 以睡眠烦恼和根本烦恼的 这些很容易战胜 我们现在很多人经常在烦恼面前失败 噢 今天本来自己想好好地修行 结果遇到一个特殊的对境的时候 产生嗔恨心 然后开始发脾气 跟别人说很多难听的话 到时候结束之后自己也很后悔 但是也没办法 已经被烦恼控制了 然后有些人自己想受持清净戒律 或者好好地行持善法的时候 被贪欲 被其他的烦恼已经控制 最后心态也没办法的 但是作为修道者 他完全可以胜负一切烦恼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具有修道者 各种外面的一些火患 也就是说 像世间的地水火风 人亚 飞人 还要以各种各样的 里里外外的外缘和病痛 还有各方面来不能危害的 其实我们自己修行好一点的话 很多违缘不会摧坏你的 因为自己修行不好的时候 其实魔藏经常显现 我们修行的道友当中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因为自己可能修行特别差 今天被各种烦恼 没有战胜 最后自己也是 边流着眼泪 边离开 有些人虽然没有以烦恼而离开 但是经常跟 今天身体不好 又要到医院去 明天心情不好 又要缺客 有时候我也在身边的这些道友当中看出来 噢 这个人是烦恼很深重的 噢 这个人肯定魔藏比较重的 他一般是一个礼拜当中 来两次 来三次 然后噢 这个人还是心态很好的 从十几年以来 从来都是课也不会断的 凡是善事方面 心态也很正常 没有什么烦恼和痛苦 每天都是 有些人虽然勉强已经在行列当中 但是每天都是特别痛苦 很伤心 包括在上课的时候 甚至有些人 边上课的时候 边用卫生纸来擦眼泪 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想这也是火化能危害 如果我们很精进的 如果自己心态很调整的话 一般作为一个法师 他也是讲课很正常的 就不会有 你看法王如意宝确实也是 从他的传记当中看 像文革那样的狂风暴雨 都没有听着 在这样的十凉豪劫当中 也是不断地讲经说法而来的 像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因缘 随时有这个违缘 那个违缘也会有这种现象 包括自己的身体不好 心情不好 那这样是作为法师来讲 应该不合理的 然后作为听者来讲 亲属大乘佛法非常重要的 我过两天穿密法 刚才可能忘了说 最好还是全部要听完 如果谁没有 比如说二十多天的时间 基本上是一个礼拜三 四天的时间要听 如果没有这个时间的话 最好不要开头就听了 否则可能也不是很好 密法的很多要求 跟显宗也是不相同的 这个是你自己应该自由选择 刚开始的时候你也认为 这一个月当中 你各方面特别忙 应该没办法坚持的话 最好前面的不听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一种外缘 我们五国王尊者 在《如意宝藏论》里面讲的 有十六种无瑕 斩断缘 《前行》里面所讲到的那样 所以这些应该要注意 但是修道者不会有这些火焕来危害他的 不会的 究竟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颂词当中讲的菩提也就是说 作为修道者 他迟早的时候很快的时间当中能成就圆满 正等觉菩提的果位因为修道的话 如果你要想成就的话 七天当中也可以成就 《般若经》当中也是会讲的 这个教证在《大花王》当中也有引用的 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 然后过了之后 刚才讲了 所以菩提加罗超胜的作用 颂词当中讲的供养意 就是供养意 也就是说 如果安住于修道境界的 这样的人和人 他曾经住在那里 或者现在住在那里 将来住在那里 不但是这个人 大家任何天所有众生供养处 甚至这个地方也成为一切人天的供养之处 就是供养意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曾经在印度金刚座长道 现在两千五百多年 按照萨迦和普派派的理算 已经接近四千多年的历史 这样的成就者已经来过印度路易园 已经来过印度菩提加油 那么现在有无数的人 为什么超白那里 这也是成就者 修道者 他在那里待过的 就像莲花生大师的三语亲仆 无数的人经常去那边 去超白 为什么 因为莲花生大师曾经在山洞当中修行过的 为什么吴光尊曾经在山洞里面修行 刚尔陀佛那么出名啊 为什么六祖大师 在那里待过的潮汐就那么出名 为什么啊 这些都是一个成就者 他待在一个地方的话 实际上过了几千年的话 我明天要去一个山洞 这个山洞里面曾经福藏大师大老舟 就是得秦郎吧 他去过福藏大旁修法的 他大概可能有很厚的遗憾 这个我以前没有去过 所以我这几天以种种因缘吧 必须要去的 成办其他事情的同时 我要去 我这几天一直在心里面想 其实现在的高楼大山里面 来过一些成就者 好像这个最多是在过几十年以后 好像没有了 比如说这个宾馆里面 原来法王如意宝曾经住过的那些宾馆 现在都是已经又开始重新修 基本上以前上师住过的这些宾馆 现在都是原来三层楼 现在都是十几层楼了 所以不知道哪一层楼 而天然的这些山洞 我觉得很有价值的 几百年 很多年以前来过一个大德 在这里长久 在这里转法轮 在这里修行 现在还是这样的 原来我们前年还是上千年 我们去过法王如意宝穿大圆满 信心修习的山洞 这个山洞现在还是很好的 非常好的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前辈的这些大德们 在自然的环境当中传授了 传授的这个法 不管是他的法座也好 他的地方一直保留 其他地方可能有点不同 所以为什么这样 像《般若精甘经》当中也是讲了 真正的成就者 他所居住过的地方 人天 邪魔外道是不能摧毁的 不敢去接近的 这是真正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相续当中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薄弱的证悟空性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否则现在香港有一个地方 好多演员把自己的手印印在上面 叫什么 清光道德是吧 不是吧 叫什么 但他们是显现上没有证悟 薄弱空性的 所以可能他过世了以后不一定有这样 暂时来讲 很多人都是 啊 我也是想什么什么 非要把有些罪行主 自己的手也印在那上面非常开心 但是这个更不同的 成就者他所一直过的这些地方 比如说一个地方 像以前宗喀巴大师所呆过的地方 吴光尊者所呆过的地方 华智仁波切所呆过的地方 这个说法而已 实际上确实是在哪里修行 在哪里闭关 在哪里朝拜 比如说有些上师带过的地方 他们去朝拜 甚至到这个地方去的话 在他的相续当中有一定的力量 这也是尤其是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像佛藏大师内罗朗巴 还有法王如意宝 确实以前很多莲华城大师的书记当中也说是 末法时代的一种非常有威力的佛藏大师 所以他的这种法门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很有力量 希望你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虽然这些成就者和这些上师们 都是有慈悲心 有智慧的 但是有些上师发愿的力量确实是不同的 我为什么要求大家经常念《大自在祈祷文》 这是佛藏大师内罗朗巴的密意 麦彭仁波切造的 所以麦彭仁波切 法王如意宝 他们发心的力量对现在的着实来讲 应该说是跟有语动不同的 不是赞叹 不是自夸 应该是实施 现在的话来讲 这叫做客观实施 《格萨王传》里面 最近我翻译 吴敬施仁波藏大师的一个《格萨王传记》 《格萨王传记》里面经常 格萨王也好 阿道勒摩他唱歌的时候 经常说 这不是自夸 而是实施 他讲讲很多格萨王的功德或者自己的功德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 这不是自夸 而是实施 我也是用虚假的语言来给自己的根本上师 也不能赞叹的 所以这不是自夸 而是实施 下面讲什么 刚才说供养处 这确实也是大家 我昨天讲的一样 我们还是有一些加持品也是很好的 以前阿丘喇玛它有好多好多大的嘎吾河 里面有很多的加持品 但好像很多的成就者都有加持品 对加持品是比较执着的 然后我们烦恼深重的一般的凡夫人 对加持品也不执着 什么都不执着 不执着的一般凡夫人还好一点 凡夫人的境界高一点 所以有时候可能 昨天有一个道友跟我说 啊 我现在开始准备刮好多金刚带哦 我回去之后脖子上全是金刚带 很好看说的 他是为了好看而刮金刚带 下面讲到什么呢 是具作用的真实修行 分为复得自行的有漏修道 还有入定智慧自行的无漏修道 这里有漏和无漏 有漏无漏不像《居舍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这里主要是有一些分别和无分别 主要是这样讲的 第一个是有漏修道 分为有漏修道和无漏修道两个 第一个厚得资粮自行为能生起的叫做什么呢 圣戒修道 已经生起了不退转的因叫回向修道 为退转的 让它越来越增长的 唯一的因叫随喜修道 有漏修道分为三种 也叫做圣戒修道和回向修道 还有随喜修道 这是在资粮道的时候也是有回向的 有圣戒的 还有随喜的 这些我们资粮道的时候也有 但是在修道的时候 有更高 更稳固的境界 首先第一个是圣戒修道 圣戒修道也实际上是道指的十一法当中 应该是第六法 它也是一法 那么它有正式宣说和 还有它的功德 圣戒修道 圣戒修道 它的功德分两个 首先是众说它的本体和 别说它的分类 首先众说本体 圣戒为自立 举力即利他 当之此三种 圣戒修道可以分为自立的圣戒修道 还有自他二立的圣戒修道 还有塔立的圣戒修道 总共分为三种 为什么是这样分为三种呢 实际上圣戒修道 我们前面也讲了 修道第二地菩萨以上的 从第二地菩萨到七地菩萨之间 叫什么呢 七种不清净的 那么这个时候 所谓的染污也是 我指的细微部分 还没有断除 那么这个时候 它毕竟是有一些自立的分别念 那么这样自立的圣戒修道 暂时来看它是一种修道 但实际上它也是 自己获得法身的一种源泉 所以这个叫做自立圣戒修道 然后从八地到九地 八地和九地这两者 它已经断除了染无一失 烦恼障已经断除了 然后获得了自他平等的境界 正因为是这样 它既能自立 又能塔立 所以自他二立的圣戒修道 自他二立的圣戒修道 实际上能获得自行生的源泉 自行生涅槃的源泉 将来获得 然后从游穴道当中的 最后一个尸体 尸体的话 它的事业跟佛陀的事业 基本上是相同的 正因为这样 它完全都是可以自立 它完全都是能自立 这样的原因 它可以成为什么呢 是利他的 色胜的源泉 所以我们知道圣戒行修道 从第二地到十地之间 可以分为自立 二立 还有利他 应该有三种分类 而且所谓的圣戒 大家也应该知道 圣戒的意思实际上是 它有一种不退转的信心 叫圣戒 它圣戒的对境是什么呢 圣戒的对境 第一个是过薄弱 有一个老乡 他听着听着听不懂 然后准备回去 结果他没有门的地方 非要转进去 呵呵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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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们去五台山的时候 有一个藏路纳玛 他当时穿的衣服是婆婆然然 然后他去一个百货公司 一看前面有个镜子 然后他看到前面特别难看的一个人 而且穿的也是脏脏的 然后他说 今天我遇到这么脏的人 然后自己再详细看了一下 原来是自己 从此之后 他还是应该穿着各方面 很注意说的 下面这叫圣戒学的 老乡 我刚才本来正在讲圣戒 圣戒的对境是过薄弱 过薄弱的主要来源是文字薄弱 也就是说我们的经论薄弱 实际上对过薄弱和文字薄弱 还有道薄弱 道薄弱产生不退转的信心 叫做圣戒心 圣戒心 其实圣戒心它是一种信仰 一种信心叫做 信心当中应该是高层次的一种信心吧 圣戒 藏文当中的叫木霸 木霸是一种兴趣 也可以叫兴趣 也可以叫信仰 也可以叫信心 但是一般的信心跟圣戒是不同的 圣戒心菩萨实际上它具有非常坚定的信心 这种以智慧无二无别的一种信心 叫做圣戒心 所以在这里圣戒心它可以分为三种 这是众说的分类 这三种圣戒心它还可以分的 它下面有一些别说的分类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各有下种上别别为三品 由于下下等 佛格分为三共二十七种 下面那个自立圣戒心和二立圣戒心 和他立圣戒心 总共有三种 三种各有上中下 比如说自立圣戒心 有上品自立心戒心 然后中品自立心戒心 然后下品自立心戒心 二立和他立 每一个都可以有上中下三种 这些上中先别别为三品 那么其中第一个也就是说 自立上品心戒心的话 它也可以分上品的上品 然后上品的中品 上品的下品这样分 然后再又可以分为下下的 比如说下品自立圣戒心 下中品自立圣戒心 然后下上品自立圣戒心 那这样各自分的话 总共有二十七种 这是我们也就是说 作为刚才也讲了 从二地到十地的菩萨 它有不同的圣戒心的菩萨 有些是自立为主 有些是二立为主 有些是他立为主 那么不管是怎么 三种菩萨又可以分为 比如说从二地到七地的这个菩萨 从开阔来讲它是自立圣戒心的 自立圣戒心当中 我们也可以下下品的 下中品的 下上品的 然后下下品有摘分 这样下来的话 那么总共有九种 自立有九种 塔立有九种 二立有九种 总共有二十七种 宣说它的功德 下面这个是刚才七十一当中的圣戒心 圣戒心修道已经讲完了 下面讲圣戒心修道的功德 这也是表示道指的十一种法当中的 第应该是第七法 那么下面讲的 波罗波罗蜜欲诸圣戒位 有三种九菊 暂时集成两 那么这个就是说 具有波罗波罗蜜多的圣戒行为的菩萨 他还是境界相当高的 不但是我们人对这些菩萨 应该生起极大的欢喜心 有很多的人经常赞叹 比如说有些见到位的菩萨 有些修道位的菩萨 我们世间当中也是表面上看出来 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 有些弘法吝声特别特别 事业广大一般的一个人很难以做出来 所以应该是他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 这种智慧才能承办能饶益无量无本众生的事业 所以像这样的菩萨一般具有圣戒行的菩萨 十方诸佛都对他有一种赞叹 那么圣戒行菩萨他可以有九种 在九种有十方诸佛菩萨 如果我们光奋的话可以有二十七种来赞叹 或者有九种来赞叹 什么可以赞叹呢 比如说对自立圣戒位的菩萨有九种不同的菩萨 那么九种不同的菩萨根据他的功德不同 十方诸佛对他有不同的九种赞叹 因为他的地位不同 比如说我们小学有九年义务教育 每一个都有应验极的班 那么这样的话这些九年的这些人 多不同的人对他有赞叹的话 实际上修道当中自立的菩萨 自立修道菩萨有九种的话 也有十方诸佛菩萨直接宣讲他的功德叫赞叹 还有二历圣迹性的菩萨 他会得到十方诸佛菩萨的九种城市 啊 亲自对他进行供养 进行对他一些赐语 法语等等 也是对这种菩萨 因为他相续当中的功德是非常的了不起 所以就像真正利益众生 证悟空性 这种境界是十方诸佛菩萨都会赞叹 就像《阿弥陀经》里面讲念佛号的时候 十方诸佛菩萨也是对你进行称赞一样的 然后还有有九种利他圣劫位的菩萨 九种利他圣劫位的菩萨 他也是得到十方诸佛菩萨的九种不同的成养 其实成养跟赞叹有一定的差别 赞叹直接讲他的功德 我们经常说赞叹你这个长得很不错 你这个人的说话 你的戴眼睛也是看起来很不错 你头发染得很好 还有你牙齿也是很不错的 有些人听课的时候你睡得很香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直接赞叹 时时告诉他的 有些说是成养 成养的话不但是给他讲 还要不断地宣扬好像有一种他的范围更加 因为他完全是利他的菩萨 那么就盛养他的功德也有这个差别 下面讲到修道的境界 一生已经产生了不会退转的因就回向修道 这个回向修道也是道者的十一法当中 应该好像第八个法吧 第八个法 它有略锁和广锁 略锁当中是殊胜便会向其作用最上 这个略锁的话 这个是这样 就是 下面可能我把佛佛也讲 圣解脱和四字弦菩萨的观点 回向修道有两种不同的 按照圣解脱的观点 回向修道好像是十一个吧 这里分了十一个 如果它分成十二个的话 那么这两句吧 这两句也算为一个 它是一个众说 它是怎么众说呢 殊胜便会向其作用最上 那么我们回向修道的话 实际上是它所回向的善根 所回向的什么呢 是我们有落后无落的一切善根 回向的对境是什么呢 回向的对境 所有的让他们都获得了圆满无上的菩提果位 他回向或者愿一切众生获得利益 他们的利益圆满获得佛果位 回向的方法是什么呢 以智慧和方便 无二无别的方式来回向 他这个颂词当中 他这里也讲了 殊胜便会向 最殊胜的便于回向 便回向他愿佛果 然后其作用最殊 他其作用是愿众生 也就是讲的是 就像我们讲法心的时候 法心一个是用智慧来愿佛果 然后用大悲来愿众生一样 他的作用最殊胜 因为世间当中的很多众生 还没有懂得回向最殊胜的道理 也没有懂得空性最甚深的道理 所以这些众生非常可量 这就是大乘回向的一种作用 这两者最殊胜的 也就是说大悲和空性无二无别 大悲和智慧无二无别 实际上下面的每一个回向都必须要具足的 所以论师他的观点 他整个回向分为十二种 其中第一个能遍于下面十一个法的这么一个功德 这个是第一个 按照他的论师的 这两个稍微我忘了一点 但到时候你们方便的时候再看一下 狮子贤 好像他这里分了十二个 应该那个莫菩萨布吉那个里面有吧 有没有 莫菩萨布吉那个拿了没有 后面好像记得有 狮子贤和他们之间不同的观点 没有了啊 下面广说分为第一个 所回向资粮的分类和能回向智慧方面的分类 还有回向殊胜作用的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所回向的资粮有一个智慧资粮和 还有一个是福德资粮 首先是讲的智慧资粮 就是智慧资粮 无所得心向不颠倒本体心远离 他这里设计三个回向 首先第一个 他这个回向讲的智慧资粮 智慧资粮也要回向 智慧资粮回向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呢 所回向的资粮应该说 证悟一切万法都是三轮提供的 也就是说回向的善根 能回向哉和 回向对境的众生全部都是空性的 这就是所回向方面 所回向的善根以三轮提供的方式 一切的三轮形象无所得 三轮形象这个形象好像是 我把佛佛里面形象是分在下面 但是其他有些讲义当中记得是 应该无所得形象 这个形象也是包括在第一个当中 这样可能比较好分一点 否则无所得第一个 然后形象不颠倒体心 如果形象切下来也可以吧 翻吃这样也应该可以的 但是最好可能有其他讲义当中是这样的 你们也应该看一下 我以前翻译过的 《孟弗仁波切的讲义》 我看好多道友都是并没有参考 自己把这个字面上 马马虎虎画下去的话已经可以 有些人还在讲考的时候刷聪明 前面的刚塔准备一个系统 这个颂词完了以后开始等我看 可以了没有 看什么 没有什么看的 以后我们应该有时候是后面 不要就是非要提 第一个颂词准备一下 有些这样并不是这个 就像现在有些人在教什么 饮食教育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对能回向的这种诗 就是他这里不颠倒本性 我们能回向的心 由各种执著来染污 变成颠倒的 如果不颠倒本性的话 刚才前面讲了 所回向的善根是善能提供的 那能回向的这种心 我要回向给一切众生的 这种心本来都是 如果有执著的话是颠倒的 但是作为修道者 他的回向绝对不会有 任何的自作颠倒想的 没有任何颠倒的体型 这个心完全是没有任何分别想的 这叫做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远离 这个远离就是回向的本体 有些人说 也就是说 回向的本体远离了一切人物 法物 远离了一切所有的 他的本体无生无灭 无来无趣 回向他自己的本体 并没有任何的事法 已经通达了这样的 远离了一切分别 远离了一切想 远离了一切喜乐 远离了一切的相状 这就是回向的本体 这样的话 所回向的善根 能回向者 还有回向他自己的本体 从三方面来分析 这叫做智慧资粮 一个要回向智慧资粮 那智慧资粮的话 能 所 还有回向的本体 从三个方面来讲 一无所得的任何相 这就是智慧资粮 这种境界当然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现在每天回向的话 我们是念《普贤行愿品》 《有相的回向》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无相的回向 这也是不要紧的 因为我们刚开始也不会有这样的要求 我们刚开始入幼儿园的时候 也不会要求大学的课程 但是有时候幼儿园的学生 也一起学习大声的课程 还是有一些有必要的 因为幼儿园当中有些孩子 还是比较聪明的 不过老师不聪明也没办法 下面是福德资粮 福德资粮在颂词当中说是 福福品自行念心经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回向什么呢 从佛陀以及菩萨 声闻罗汉 以及凡夫所作的一切相关福德资粮本性的 所有的这些善根 我们统统地用心来随炼它 用心来随喜或者随炼 随炼是我们随炼佛法生三宝 或者说随炼 这里相当于是一种随喜一样的 我们随喜什么呢 当然随喜下面还是会有一些 专门随喜修道的时候也会讲 但是在这里我们经常说 随炼三宝经经常意念 项链 项链什么呢 从佛到现在凡夫以上所有的这些善根 全部都是我用心来回向给一切众生 或者回向给一切 像佛陀怎么样回向 我们也这样回向 文殊菩萨怎么样回向 我们也这样回向 或者我们经常念诵一些佛菩萨 所造的一些特别殊胜的发愿文 像龙猛菩萨造的一些回向文 寂天菩萨所造的回向文 就是《入行论》当中的回向文 还有佛陀说我们天天念的《普贤行愿品》 这些念实际上我们进入这种心境 实际上就是这一种回向 当然修道资粮的境界比我们高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分 因此这种回向还是很重要的 以前米拉日巴尔尊者还是谁说的 就是说山上者的修行人和山下的施主 他们两个都有一种共同成佛的因缘 这个因缘主要是回向 啊 这个是米拉日巴 谁啊 是米拉日巴 OK 回向还是回向 好的方面的回向会成为 比如说我们倾持善法 如果做不好的回向也会成 原来秦汉有一个人他念了一一遍观音信咒 但是这个人他眼睛是盲人 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是不孝顺 后来当地的人们都欺负他 他欺负他以后他就一遍念观音信咒 一遍天天回向我 将来变成一个特别凶恶的魔王 把整个村子全部害他们我实在是受不了 后来确实也是他依靠这种力量 以自己回向的力量已经变成魔王 也有这样的说法 原来有很多 包括上师如意宝也经常讲过 行龙那个地方有一个也是比较厉害的一个宝君 其实这个宝君以前他也是一个闭关的修行人 他念了很多马哈嘎拉的行咒 自己变成这样的一种宝君 将来他的回向成熟 他的发愿成熟 所以我们有时候念一些咒语的话 应该回向 其实藏地有这种做法 比如说我这个念咒我现在念了一一遍 然后一一遍以后自己也回向 自己回向过后把这个念咒拿到一个高僧大德那里 然后让他摸一下 你给我好好回向 我今天已经念满了一一遍 念满了一千万 念满了五十万加星全部修完了 你帮我加持一下 藏地普遍都是有这样的 一个自己很有信心的大德那里去我 现在已经念了一百万遍 那么我的念咒加持一下 同时希望你帮我也要回向一下 其实真正的大菩萨面前你这样一祈求之后 这个上师也发愿跟你一起回向的话 也许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就没办法的 但是我这种回向的意乐 跟上师无缘的大悲融合一体的时候 那就完全成为菩提的因 这也是一种习惯 但是这种习惯很有道理的 应该说我们文殊十利勇猛 普遍回向以后 这个说法应该是一样的 我做了这个善根之后 那天我遇到一个老乡 他说我已经念了《善意变观音行咒》 你帮我好好地回向一下 我都不会回向 我说很好 很好 我也说那么得意 就给他念了一个诗句 但实际上都有这种习惯 有些出家人 有些哪里去帮我回向一下 同时他自己做了一个善根的时候 善根圆满结束 比如说我叫十元前 让僧众一起念个普遍心愿品跟我回向 自己做了一个圆满善根的时候 那么害怕自己的功夫和能力不够 因此比如说我们修完加行 或者我们听完一个圆满的法 那么这个法让僧众也给我一起回向 这个也可以这样做 下面就是说能方便智慧之分类 这个是回向 它是能回向方便 刚才是所回向的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 现在能回向是什么来回向 以什么方法来回向呢 主要是智慧和方便 智慧 方便 双语 其实相关照论的整个不管是讲加行道 讲修道 讲见道 都是要讲空性和大悲无二无别 这个是这部论典可以说 用世间的语言来讲是中心思想 颂词当中说有方便无相 它这里方便指的是 三个圆满地回向跟一切众生 愿他们都获得了圆满正能觉的果位 这就是方便法来设施的方法是这样的 我们前面也是讲了 第二个无相这就是智慧的特点 像我们回向的时候就是右相的回向 先开始右相的回向 最后到达无缘三轮提供的回向 当然三轮提供的回向 做我们现在凡夫人来讲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华智仁波切也是讲过吧 如果我们三轮提供的回向实在是没办法做的话 那么应该像自己的传承上师 文殊菩萨还有普贤菩萨 以及前辈的大德们怎么样回向 我也是这样回向的话 他可以跟三轮提供没有什么差别 已经说过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回向的话 实际上也是这种回向 下面讲到回向殊胜作用的分类 中作用和别作用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中作用 诸佛所随习不惜于三戒 那么这种回向实际上 实际上佛陀以随习的方式来进行催念 我们经常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其实十方诸佛他们会随习 赞叹 还有经常催念 加持我们的 我们每天都是为什么大家那么欢喜的 虽然我们不是修道的人 但是我们相似修道的人 我们自己都认为是修行者 修行者 而且天气比较好 各方面违缘没有出现的时候 每个人都自己认为都是修行者 遇到违缘 遇到各方面对境的时候 虽然有时候暴露内在的一些像 但是实际上都认为是修行人 那么我们用《普贤行愿品》 用各种比如说《大圆满圆刺》 用这种方式来回向善根 把自己的善根 给所有的众生 一起分享的这种精神 十方诸佛菩萨也会经常催念我们 经常加持我们 而且守护白法的护法神 空性宗 包括我们以前在世间当中 示现圆寂的这些上师们 他也是在无缘的法界当中 随时也是催念和加倍我们的 所以我们每次 每天都是 我经常在想 哪怕是没有时间讲课的话 跟僧众一起念个回向文 这个应该多年以来也许可能阿难耶上面 留下来的很好的一个粽子吧 一种稀奇的粽子吧 只要一天跟僧众一起念完《普贤行愿品》的话 晚上回来虽然有时候很累 但是觉得今天还是可以的 然后有时候没有课 没有跟僧众一起回向的话 今天又空过来的 虽然忙了一天 做了一件事情 但是好像连一个回向文都没有念完 所以心里有点过于不去吧 怎么说啊 不惜于善解 这样修道的 善能提供的境界 他根本不属于善解相似的一些执著 相似得到世间的利益的善果 因为他是远离了善解的 超离了善解 他是善能提供和 愿一切众生获得成佛的这种思想和纪念 那完全是超离善解 他根本不属于善解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回向也好 发心也好 都是自立的 自己在没有处理轮回的基础上的这些分别念 实际上不究竟的 所以他完全是超于善解的一种回向方法 最后别回向 别作用 他有下种极上品 十余三回向 甚大复为行 那么这个回向 实际上有三种回向 一个就是佛陀以前所宣讲的 比如说十善业 还有十禅 还有无神通等等 获得这些善根而回向 这叫做小时道的一种回向 也叫做小回向 让我们获得这样的 还有一个以前佛陀所宣说的 让我们这些众生能获得了 玉柳果 玉柳香 还有阿罗汉果位 小乘的思想四果 这样的境界 让众生获得 或者自己获得 这样的果位而作回向 这个叫做中时道的中品回向 这叫做中品回向 然后佛陀所宣说的 让自己和其他众生 能获得圆满无上菩提的果位 这种回向叫做上品回向 应该是最高尚的回向 意思就是说 以上的这三种回向 这三种回向 实际上如果愿自己能获得 这三种回向 并不是很高的一种境界 如果我们还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愿所有的众生能获得圆满菩提的果位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他第一个已经超越了 众生获得十三的果位 福德的圆满超过了 所以他是下平这个回向完全超越的 然后第二个 愿一切众生获得圆满 正等觉的果位而回向的话 他就远远超过什么呢 让众生获得欲留果等等 这样的种品回向 还有一个 如果愿所有的众生能获得 无上圆满正等觉的果位的话 他也超越了我们菩萨道当中一般的上品回向 自己想圆满获得无上菩提果位的这种回向 所以他颂词当中说是 始于三回向 其他的三个回向 已经超越了这三个回向的话 实际上能生起无量无边的福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个是愿众生 还有愿众生获得福果 因此我们在这里回向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要记住在后面的偈颂 因为我们每次很多人的回向 大多数人都是自己身体保佑 或者能行持生生世世 行持善法 可能自己的这种意乐比较多一点 我们去超山 我们去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自己想生生世世获得一切快乐 获得一切 但是在这个同时最重要的是愿众生 众生放在第一 自己在后面称佛的话 这种心态 这种回向更有力量 所以这以上总共有按照十一种回向方法 十字线和解脱部的观点稍微有点不同 这个应该方便的时候希望你们看一下 这以上讲到了修行回向 也就是说修行道当中的回向 后面还有随喜修道 还有上面圣戒修道和回向修道 已经讲完了 其实这个修道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前面讲 一个是对善法有信心 这个很重要的 对上师 对法 对世间 我们经常 世间当中也是这种信心确实很重要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可能人与人之间合作也是没办法的 所以信仰 有些人说 我什么信仰都没有 如果什么信仰都没有 可能家庭也是很难维持下去 因为互相都不信任 没有信仰嘛 没有信仰的话 我们觉得可能人与人 比如说你跟家人之间 只没有一点信仰的话 什么都是以现实的一种 眼见为实的话 眼睛看不到的 耳朵听不到的 还需要很多的信仰 有些人如果说 他没有任何信仰 你们应该用英明的方式来播他 什么叫信仰 如果什么信仰都没有 那你们是不是家里 人与人之间都是没有信仰 你买一个东西 你没有信仰 你要乘飞机的话 也没有信仰 其实我们要坐车的话 对这个车还是有一种信仰 如果我对他一点都不信的话 我不敢坐 就害怕 我对这个世界也要有一个信仰 如果没有信仰的话 我也不敢坐他的车 这个信仰有时候应该从广义上讲 这叫做圣戒心菩萨的一种更广的解释方法 当然我稍微跟《阳光众安论》的本业 传统的讲法有一点点脱离 但是有时候为了引导不同根机的众生 也需要说这样的方便语 好吧 谢谢你们 乖正切 主持人万回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